關於那一段文章 是的,是的,好 這個也有考的,Ustensible 一定有考的 Express就是有兩項文章 就是Written,即是手寫的 和Aural 換句話說,Aural Contrary 都是合法 Implied有另一個名字 其實這個就是By Action 或者By Deed 你這樣記就可以了 什麼意思呢? 首先解釋 有一個人手寫一份合同 合法,如果口說 也是合法,但是有一次 那個人拿著汽水 進去的士多道 沒有說話,沒有手寫 他就出去了 A就是Implied B就是Express,D就是Aural C就是Written 答案就是Implied 有時候A就是Ustensible 那些人不懂英文就是什麼